剛才參加了一段生命提升的課程 在這個課程中間 我們一直修煉 老知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就是要求我們每一個人說一下 想一下 沉澱 想一下現在生命中最痛苦的是什麼 要我們寫下它 然後它問我們很多東西關於這個痛苦的問題 我很感恩 平時很難聽到機會這樣靜下來 想一下自己生命的問題 其中有什麼東西我很痛苦的呢 有什麼結我是未解的呢 有什麼情緒是長期揮之不去在這裡干擾我的呢 經過了很長時間的沉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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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發現很奇怪 很奇怪 我們要被要求是說 我們和身邊很多人的關係 特別是圈出那些不開心的關係 就是有同事 有爸爸媽媽 家人 有鄰居 有生意的拍檔 有客戶 等等等等等等 同學 我就發現我和別人幾不同 因為每個人都有很多很多的痛苦 我發現我不是很多 還有這個世界還有誰我很討厭的呢 我要和他和解的呢 不是很多 收美分享的時候 我就說 原來是這樣 我更加了解我自己現在的情況 原來是這樣 如果你二、三十年前 問我做這樣的功課呢 我會想出很多個人 我要罵他 我要說我自己恨他 我要告訴他他怎樣傷害了我 我現在很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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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生命來到這個階段 不知道是因為我自己見得多 還是因為我已經是 對生命的要求不同了 或者現在是了解多了 我發現我沒有什麼 我沒有什麼 我沒有什麼 他要求我們 我們要原諒的 有哪個人你需要原諒的 為什麼你覺得很難原諒 最後就是說 你原諒了他 還沒有 我發現 真的沒有什麼 我想不到哪個人我需要去原諒他 因為他得罪了我 因為他令我這麼慘 是沒有的 反而我自己的痛苦 如果有 如果有 就是來自我對生命途削中 在不同的幾幕戲 他們出現在我生命裡 又離開了 我是對不起他們 如果時光倒流 倒撥時鐘 我一定不是這樣做的 那時候是太任性了 那時候是太無知了 那時候是做得不夠好 做得不夠多 包括主要是有三位 一位就是我同事 一位是我前以前的老闆 恩恥 一位就是我媽媽 原來是有一個共通的主題 就是我覺得我對他們三個 都是不夠用心 我沒有放精神下去 我沒有放時間下去 我沒有給他們 他們應該在我身上得到的東西 譬如對於我老闆來說 那位老闆 他是後來辭退了我 炒了我魷魚的 我一直都覺得抵抄 我做了老闆知道 不可以這樣上班 對於我媽媽 我媽媽最想見我 因為她最疼我 我是大兒子 但是在她晚年 我有一萬個藉口 經常都說不空 經常都沒有給她足夠的關心 照料她 安慰她 還有另外一位拍檔 就是我太任性 又是 現在回想起來 是很不應該這樣對人的 這樣 真是人老的青鬼老就靈了 人生路上走多了 就知道做人原來是這樣的 才是你好 我好 大家好 這樣才不會浪費生命 原來 我一直說 我真的 沒有誰我需要原諒的 現在 我反而是希望 我令其他人痛苦 人家原諒我 不過 我經常都對我的 按主門 這樣說 就是 你令其痛苦 你不需要內疚 這個世界 沒有什麼需要原諒的 因為 如果你說 A原諒B 就是分了A和B 其實沒有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在高一個層次 你便知道 我們不是對立的 不是議員的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根本 我們都是在生命的劇本裏面 演自己的角色 譬如 耶穌背叛他那個門徒 猶大 他是演他的角色 所以耶穌不會生氣他 他是令耶穌 他成全耶穌上十字架 如果他出現 耶穌根本上不了十字架 我們生命裏面 那麼多壞人 醜人 那麼多向我們施暴的人 那麼多令我們雞毛咬血的人 他們都是在做 他們要做的事 不早不遲 不快不慢 這個人 這個是他生命的角色 所以沒有要值得原諒他 沒有需要原諒他 他演出得這麼精彩 我們生命是需要有這樣的人 去插我們 去刮醒我們 去造質我們 那我們才有進步 不是我們怎麼可以痛苦 好了 所以 這個環節 這個這樣的功課 又是幫到我了解自己 我不知道剛才那個分享 除了講自己之外 有什麼是令到你進一步了解自己 進一步了解生命的呢 多謝你收看 遲些我又再談過 拜拜